慧能大师很多人都知道 他是唐代时期的高僧 是禅宗南宗创始人 在佛教史上称为禅宗六祖 在佛教历史上是一位有重要影响的人物 据记载他俗姓卢 出生在南海新兴 属于今天的广东省 他的经历也堪称传奇 三岁丧父母子相依为命 他稍微长大一些是靠什么生活呢 是靠这个卖柴来养活自己和母亲 而且因为家境贫寒 他没机会读书也不认识字 但是大家难免会奇怪 那他怎么能成为一代高僧呢 原来他虽然不识字 但是悟性很高 据说他听人诵读经典 往往听完就能悟透其中的意理 今天我们就来聊聊他的几句名言 这些名言可能大家听过 但是背后的故事和其中的意思 还是很值得我们去感悟 首先来听听这几句说 菩提本无数 明镜亦非台 本来无一物 何处惹尘埃 这几句应该说绝大部分人都听过 很经典 那可以怎么理解呢 我们来讲一段惠能大师的故事 据说惠能年轻的时候呢 有一次在街上卖柴 听到旁边有人读这个金刚经 他呢就听得入迷了 很想有机会去学学佛法 人家就告诉他说 在黄梅山上有一位红忍禅师 正在讲授这个金刚经 惠能于是就安顿好了家里 去红忍那里求道 红忍听说他是从偏远的地方来的 就考他说 你从蛮荒之地而来 还是个未开化的岭南人 学什么佛法呢 惠能大方的回答说 人虽有南北之分 但是佛性没有南北之别呀 红忍大师听了呢 安排惠能留下 在后院充米 惠能这个身体很瘦小 就在腰上呢 绑了一块石头来增加身体的重量 每天冲完米呢 他已经很累了 筋疲力尽了 他还要努力地求学 这些师父都看在眼里 当时呢 红忍大师有弟子八百多人 他年纪呢 渐渐地大了 所以呢 就想在弟子当中 找一个继承人 他就对徒弟们说 大家都来做一首祭语 也就是写一首有禅意的诗 要求呢 是要把自己的物境 用祭语表达出来 谁做得好 就把这个衣钵传给谁 当时呢 红忍大师有个大弟子 叫神秀 很优秀 大家都佩服他 他呢 也很想继承这个衣钵 但是呢 作为出家人 他又怕自己是出于 想争位子的目的 而去写这个祭语 这样就违背了初心 所以呢 他左思又想 在半夜爬起来 在院墙上写了一首祭语 是这么写的 说 身是菩提树 心为明镜台 时时情浮事 物时惹尘埃 这首诗的意思就是 要时时刻刻地去观察自己的心 通过不断地修行来抗拒外面的一些诱惑 表达的是一种入室的心态 同时呢 也说明这个修行的重要性 这首诗一写出来 人人称颂 可是呢 红忍大师没有做任何评价 他看出来神秀 还没有大彻大悟 这首诗有人也读给惠能听了 惠能听后呢 若有所思 当天晚上呢 他也想写一首诗 可他不认字 于是呢 就请了一个人 把他的诗也写了出来 写的就是后来传遍各地的这几句 菩提本无树 明镜亦飞台 本来无一物 何处惹尘埃 惠能认为从缘起信空的角度来说呢 那么既没有菩提树 也没有明镜台 身心皆如幻影 那么干扰身心的烦恼 就更是幻影中的幻影了 禅宗的修行呢 就是在认识到本性的清净无染 当下一念 顿悟成佛 有人跑去告诉红忍大师 大师也来看了 看完之后呢 他脱下这个鞋子 用鞋底把惠能写的这首诗擦掉了 转头对大家说 意味见性 可是当天晚上 红忍大师就给惠能讲解了金刚经 当讲到 因无所助而生其心的时候呢 惠能豁然开悟 原来一切万法 不离自信 一切存在 不离心 红忍大师知道惠能已经大悟了 就把祖师的一波传给了他 嘱咐他一路向南而去 并且不要着急出来红法 以免遭到别人的迫害 第二天 神秀他们知道了这件事呢 果然派人去追惠能 但是没有追到 后来神秀成为了梁朝的护国法师 创立了禅宗的北宗 而惠能呢 连夜跑到了南方 隐居了十年之后 创立了禅宗的南宗 成为一代宗师 菩提本无数 明镜亦非台 传达了那种 凡普归真 追求内心明镜和本真的 一种折思 人们不应该被外界的浮躁 所过多的去左右 如果本来清静 那么又哪里会染上 什么尘埃呢 我们再来看看这句 也是很多人都知道的说 非风动 非翻动 忍者心动 有一次惠能大师听人讲经 看到有两个和尚在争执 原来他们是看到翻起飘 一个说是翻动 另一个说不 不是的是风动 争论不休 惠能大师就说 不是翻动 也不是风动 是你们两个人的心在动呀 那两个和尚听了呢 就不再争吵了 那么这句话 什么意思呢 其实我想禅礼 应该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解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领悟 我们作为一个普通人呢 其实都是去相互探讨探讨 去汲取一些其中的营养 那我在这里抛砖引誉一下 就是说风是风 云是云 动与不动 其实呢 是互为参照来看的 动或者不动 关键是看你 以什么为参照 从什么样的出发点 来看待这个问题 这样说好像有些抽象哈 就好比你在飞驰的火车上 和在一个静止的地方 看周围 那感觉肯定是不一样的 那么就是想得越多 风就越动 云也越动 没有过多的杂念呢 那么动和不动 就和人没有太多的关系了 有时候我们对件事情很迷茫 或者很难过 其实是关注太多 还有句话说 若欲修行 在家亦得 不由在四 我们不应该过多的在意行事 要修行呢 不一定非要进山 进寺庙 其实呢 在哪里都可以 同样的想提升自己呢 也有很多很多的方法 就像有个外卖小哥 在送外卖的建系 就学了很多很多诗词 所以呢 内心真的想做一件事情 是一定可以努力 去创造条件的 俗话说 大隐隐于世 小隐隐于山 真正修行的人 不受时间 场所和行事的束缚 随时随地 时时处处 都可以是修行 都可以是悟道 最后我们来看看这句 见性是公 平等是德 念念无知 常见本性 真实妙用 名为功德 明心见性是公 平等的待人皆物呢 是德 重视自己的意念 了解和看到自己的本性 慧能大师说了 悟道的那一刻 实在是很美妙的感受啊 让人受益良多 他名为功德 好了 今天关于慧能大师的 这些名言呢 我们就聊到这儿了 其实有些禅语 能听到是一种缘分 或许每个人的感悟 不尽相同 但是只要它带给我们 平静安宁 或者带来另一种 思考问题角度的 那一瞬间 就是一段奇妙的缘 我是灵溪 我们下期再见